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个刷铁机教程发布后 不少观众反映存在铁傀儡刷了一会就不刷的情况 经过多次试验 我发现在生存时装中 某些未知的村民会在恐慌后卡住 一直站在远离僵尸却能被僵尸看到的地方 不会睡觉 然后就不刷铁傀儡了 或者是跑动频率很低 玩家睡觉跳过夜晚前还没有睡过一次 一段时间后就不刷了 这是村民AI巡路机制的问题 目前我没有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我对位置进行了一些调整 村民在远离僵尸的地方不受恐吓 可是这样恐吓时间会变短 效率会下降 也不一定能保证不会出现卡住的情况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改成用水流控制视线的办法比较稳妥 村民只有中间一个落脚点 所以起床后会聚集在一起 村民在水中小幅度沉浮 某些时候会脱离僵尸视线 在晚上有机会睡觉 上下一动距离很小 刷铁傀儡范围不变 刷铁傀儡平台只要高于地面一格就够了 周围不要有多余方块被村民寻入到 否则会互相碰撞 挤压跳起 这样刷出铁傀儡的范围会变化 有概率刷出失败 降低效率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在晚上遮挡一次僵尸视线让他们同时睡觉 就能恢复 这里用到锁链 有三个作用 第一 不遮挡铁傀儡看僵尸的视线 第二 控制高度 刚好能让村民偶尔看不到僵尸 第三 能让玩家精准摆放船的位置 不会放偏 也可以用铁栅栏或者玻璃板代替 上面加了防雷天花板 其他地方和原来的一样 至于效率 每小时在400铁以上 如果村民时钟比较同步 能到达450铁每小时 下一批是手把手教学 感谢观看 记得三连 所需材料 搭七格高 再往外搭五格 往上搭七格 往上搭七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边村民会被床吸引 插上花防止刷铁傀儡把僵尸打死 勾引一只落单僵尸 勾引一只落单僵尸 先拆下面一个防止刷铁傀儡 先拆下面一个防止刷铁傀儡 先刷八个铁做落斗核桶 这里加速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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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里面放一桶水 完成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加速测试一下 加速测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